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跟亲戚解释 像以前我有演出 有演坏人的角色或是什么 当人家问他的时候 他其实也不知道 要怎么跟亲戚朋友解释我的职业 他们会说 小孩不是原来念森林戏吗 念台大 为什么现在要做这样子的工作 对 那所以就是他都不会问我这些原因 然后对 就一直给我支持这样 像爸爸有没有埋怨你 责备你 对爸爸来说 他其实我也觉得我很 对他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一直都很希望就是我可以当公务员 当军人 而且家人里面好不容易有一个小孩念到台大 他觉得很开心 但是我就很叛逆 我就是只想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对他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把某一部分的心愿放在我身上 然后我就这样子拒绝他 对 但是我正在很努力地试图 让他也认为我现在在做的这样的事情 是可以让他很骄傲 行行出状元 只要你的孩子有心向上 向善做父母的 都应该帮助他 鼓励他 给他做后盾 我们来看看 徐伯伯 徐妈妈 还有庄妈妈 他们是怎么样的心情 好不好 欢迎 欢迎徐妈妈跟庄妈妈 请进到中间来 我问一下徐妈妈 我刚才看到你好像在旁边偷偷擦眼泪 你听到儿子讲这段话 其实也很感动 是不是 对 我还好 我还是蛮支持的 倒是爸爸比较不支持 不过现在也还好了 那你是不是替他做爸爸之间的桥梁 有 我都做他的桥梁 都做他润滑剂 对 爸爸是当初很不赞成他走这条路 非常不支持 对 他都不敢跟他同学朋友提到说 他有这么样恋类的儿子 后来妈妈看他一路走 他真的好像是非常努力 对他自己选择的工作也很执着 爸爸现在不支持也不行了 那每次要来看儿子的演出 刚开始他也不肯来 那我是拜托他带我来的 有时候看到儿子演出 那时候看记得是有一次演 不够剧团的那个挤鼓挤了二十几分钟 全场那个舞序的跟着他的那鼓声来起舞 我看他打得汗流浃背 觉得好辛苦 我看这个泪流满面 后来儿子 我跟儿子讲说那么辛苦 他说你不要看我的演出是辛苦 你要看我的作品 有没有让人感动才还是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说儿子他做这一行 觉得他很开心 我觉得还蛮欣慰的 有没有什么话跟爸爸说 跟爸爸妈妈讲一讲 好 就是 对爸爸真的是比较抱歉 我知道你很想要对我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因为我以前很叛逆 我只是很单纯地认为说 为什么你不让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我会很生气 但是有一次他跟我讲的话 让我反省了很久 他说他觉得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我只想到我自己要什么 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都没有去在乎到爸妈 其实他们会希望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小孩 对 我觉得那句话他对我来说 让我反思了很久 就其实我有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但是他也有 但是他的生活就是很不可避免地跟我牵扯在一起 然后我又一直去忽略这个事情 所以我很想跟爸爸说 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然是请你放心 对 我绝对不会去做任何的坏的事情 但是其他的就是 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努力到有一天 是你会愿意跟人家承认 对 以你为荣 他已经以你为荣了 爸爸会以你为荣 对 咱们剛才看见